115 新聞神報 青春與老去子隔著0.5毫米 2015年7月13日評鑑匯 14 爭索敵一個老人,一個護宮 你能想出那些故事裡? 狗血蝦,可能是孤僻老人草草將千萬遺產留級善良護宮 子女同仇敵蓋,想演爭產大戲 溫馨點,可能是老人與護宮多年相處,有了黃昏戀般的平和相伴 至於恐怖或鬼片風格,則可能是新護宮來到獨居老人的家中 卻發現房子女似乎患有第三個人,在0.5毫米之前 我對這類題材的印象大概只停留在以上幾種 但這部剛剛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拿了亞生長最佳導演的日本電影 花了三個多小時的時間,用五個故事講了一幕看似極度戲劇化 又顯得相當真實的老人故事 視覺從安藤應扮演的年輕護宮沙語的第一家主顧開始 老人狗惡病塌,行動不能自理,甚至會再起身時突然失禁 但其死前及仍有想和女人困惑的願望,受老人女兒之託 沙語勉強答應,卻不想一場意外火災 老人身亡,自己丟了工作,被趕出宿舍後還弄丟了剛剛取出的全部存款 戲劇性得可怕,於是,這部在電影開頭看起來內心護理 微目柔和的女護宮,在荒誕的意外中,變成了對一切都很無所謂的城市流浪者 他開始利用自己的護理得長,捕捉一些奇怪的老人暫時離家出走的老人康夫 將孩子一樣天真的退休器收工謀,古板嚴肅的老兵二男,在工廠打工的老人座座目 沙語總能敏銳地抓住他們的把柄,用威脅甚至是胡搞蠻前的姿態闖入他們的生活 獲得暫時的康居之所,似乎也失職業本能使然,看淺女流民的他也在與老人相處時 亦近乎本能地成為老人們的護理者和保護人 五個故事沒有明顯的分界線,老人們看起來個性竟易 但透過沙禍的眼睛,你能看到他們相似的臉目孤獨 故襲,對衰老毫無還手之力,逐漸殘敗的驅惑 讓他們的生理,心理需求找不到出口,偷笑女寫真 嗨女護工的油等等排顯方式,在某種程度上有若內心更添羞恥 無處傾訴,社會與親人對他們也頗為冷漠 女兒希望父親去養老遠,族人希望老人盡快痴呆以便接手家業 相反,只有作為闖入者的鯊魚,採用了滑溪 直接而細水面牆的方式對待老人,彷彿什麼都不在乎的他 可以理所當然地糾正老人,可以肆無忌憚地和老人一起看色情電影 甚至上前部打一頓,或超現實,或童真,或黑色幽默 影片的前半段,荒淡的闖入,往往伴隨著溫柔而平淡的告別 幾度紮痛我的內心,我最喜歡的是老人盡 他是五個老人中最具生命力的一個,四處倒彈求關注 在卓破別人自行車輪胎時被鯊魚抓了個正著 貌最需要的是能聽自己說話的人,哪怕是騙子也無所謂 有一分鐘左右他哭著不讓鯊魚打電話拆穿騙局的氣氛著 實妙不、無躁、亡言、急切,讓人又氣又痛 就算錢都被騙走我也無所謂,我只想和他做好朋友 老人異男的故事即算得上是最雪教的一段 但處理得黨,並不得厄,經歷過異戰的異男 老去後一直活在內躍與矛盾之中 只能通過磁帶錄音記錄心聲 沒有比戰爭更愚蠢的事了 在他流及鯊魚的磁帶中 片名0.5毫米的某種意義似乎也被揭開了 那是人類被迫到極端情境時瞬間併發的心靈力量 或許只能移動0.5毫米 但這些幾毫米聚集起來 朝同一個方向移動 就是革命的開端 引到上生死飛奔 一瞬間的覺醒 一殺那的解放 便找到了永沛漸望 然後找到了應該守護的愛 在電影的最後 彷彿百毒不侵的鯊魚揭開了自己的傷口 片頭那個失火的家庭片 剛也被揭開了畸形的一面 原來 孤獨殘缺的不僅僅是老人 青春也一樣 可能迅速地被迫入絕境 需要覺醒與解放 再者個孩子今日降生 老人明天死去的世界裡 每天都有需要靠近 理解的事 雖然我們也知道 就算拉近了那幾毫米 或許也並沒有什麼用說 紅色才是生命的謀 進入了慘白的養老院 開始放下心結的二男 幻想了老年之外 重新踏上精情的鯊魚 在汽車裡淚流滿面 快三個半小時的電影 平緩、流暢、音樂極美 編劇到尾、幾代人的表演都超乎想像 順便說個有意思的題外話 0.5毫米是典型的家庭生產導演安藤英子 改編的是自己護理經驗寫成的小說 幻把妹妹安藤英拍出了別樣的味道 這梅兩的老包田英已當了出品人 老媽安藤二遵視影片了你顧問 安藤英的公公病本名和婆婆 我國替和之也出現了 片尾有一場安藤英與病本名的對手戲 狂風罩語般,太有勁啦! 郷家 呻視 裏 響 響 響